本節目是由佛光山特約贊助播出 佛光山電話905-814-0465 日常生活、教育、工作、生命、大小事情 都可以用佛家心態坦然面對 不如就等佛光山永古法師 在逢星期三晚上8點半至9點 與幸福有約的節目內 同你細說佛語 在今天的節目當中 我們恭請到了佛光山寺的永古法師 來到我們的節目當中 永古法師你好 楊中還有我們的聽眾朋友們大家好 非常高興在這個美好的夜晚 和永古法師一起 與大家以幸福有約 每次半個小時的時間 我覺得都像沐浴在一個陽光裡一樣 心情非常的舒暢如沐出風 我也希望聽眾朋友和我的感覺是一樣的 上個星期我們剛過了感恩節 我們聊過了有關於感恩的一些問題 那我知道就是11月2號是有一個 要師法會是法法師 那我就不太清楚這個要師法會是怎麼樣的 一個情況可以跟我們介紹一下吧 我看娘說的表情就是 要師法會呢 我們禮拜的要師佛 恐怕是不曉得的 要師佛呢 如果我講英文的話 大家就會比較有概念 我們一般吃藥叫medicine 藥師佛的英文翻譯就叫做medicine Buddha 那大家可能會如果不知道的人覺得 奇怪啊 還有一位佛叫我們吃藥的 開藥方的 其實藥師佛的名號的由來 確實跟這方面有關 他的全名叫 藥師流離光如來 如來當然就是佛的意思了 那麼這個藥師 就是就好像我們世間上有醫生 有藥技師 那這位佛呢 藥師佛就是 他是大醫王啊 治療我們的身心疾病 那流離光 就是這位藥師佛 他通身放出流離般的那種光芒 那可以照亮我們這個在生死輪迴路上的這種黑暗 他可以去除黑暗 等於就是我們講說給予我們虔誠的光明 這樣就是帶來光明 又帶來身心健康的這位佛 叫藥師流離光如來 那這樣楊松比較有一點概念了 我們禮拜這位佛 那那麼為什麼這位佛跟 就是我們的這個 說身心疾苦有關 最主要還是從他的發願而來 藥師佛他發十二大願 那就好像 因為諸佛要成就佛道 他一定要通過發願 就像我們一般講立志決心 這些堅持下去這樣 叫發願 那麼比如我們比較熟悉是 歐彌陀佛的四十八大願 願願都是為眾生要接引眾生 往生西方結的世界 那這位藥師佛他是在東方流離世界 所以我們常常把東方西方兩大法門 有的是會相提並論的 希望再晚一點 我們如果這個打佛七十後 我再跟大家講這個西方的法門 我現在講的東方西方呢 不是講東方的亞洲啊 西方的美洲啊 不是 而是針對我們這個地球的 東方有一個世界叫流離世界 叫藥師佛在那裡 有一個世界 西方有一個世界叫極樂世界 歐彌陀佛在那裡 他們的法門不同 偏重不同 可以講 歐彌陀佛比較是照應這個 往生的人去那裡 那東方的藥師佛呢 他是觀照我們再生的人 我們要生活愉快 要健康 所以就是 藥師佛他發願 讓我們身心健全 就是修這個藥師法門 那我一定要去拜拜藥師佛 對於我們在 就是我們現在的人 他要關心你心靈的健康方面的 一些這個事情 是 然後我們藥師法會 進行的時候呢 會在佛前點燈 有很多的遊燈 大概都幾百盞上千盞吧 很多人剛剛講 楊雙雙講我來拜藥師佛 你除了拜佛 你還可以供養光明 就點燈 供燈 那這個點上這一盞燈 供在佛前 那祈求自己的身心健康 前途光明這樣 所以這個法會呢 11月2號早上10點 大約到下午的5點左右 這樣算上下午算一天的法會 那麼都是在送藥師經 藥師經然後拜願 拜願就是拜佛 禮佛發願這樣 那這個很多信徒 一年之中很期待的 就是這個藥師法會 因為她會覺得 這一年之中 我要得到這樣的加持 就像前幾天 一位也是我們國內的太太 那麼雖然我們第一次見面 但是她特別是為她的女兒來問 她說她女兒要考試了 她就很緊張 替她很關鍵的考試 她就說 法師啊你加持她吧 請你加持 我說 我很樂意來祝福她 但是我說加持 我還是請佛為她加持 所以幫她點燈 像類似這樣 大概我們會有這樣子的做法 像剛才師父講的就是 我們會在是在佛光山寺 對不對 十一月二號 十一月二號呢 十一個星期六 我們會從早上的十點開始 有這個活動 到下午的五點 大概是持續一天的時間 就是有這個叫藥師法會 像剛才師父講這個 剛才師父講了兩個 就是一個這個 我們東方的這個藥師佛 是關注我們在世的人的這種 心靈啊身心健康的 那個如來那種 那個彌勒佛 極樂佛 不是 阿彌陀佛 極樂世界的阿彌陀佛 是關注往生的人的 西方的那種 我也知道一些概念 大家也可以做一種理解 就是比如說太陽 去日東升升起 好像一天的開始 也是生命的開始 那就是東方藥師佛 跟我們生有關的 那西陽西下 這個從西方落下去了 好像一天的結束 那也是代表著 當生命結束的時候 就在西方極樂世界了 這樣還可以用太陽的 去日東升西陽西下 可以做這樣子的一個 記憶跟理解 對 所以說像藥師佛 他會發願一樣 我們在這個十月二號 這個藥師法會這一天 大家也可以去點一盞燈 就是愛許一下自己的願望 其實如果我再講 藥師佛的發願的一個 就是說修藥師法門的一些典故的話 我相信可能我們聽眾朋友們 會更加希望不要錯過 不過要一點時間我想 我們可能會跨到這個上下半段的這個節目 沒關係吧 沒關係 就是在大師的 就西陰大師的著作之中 有一本書叫《玉林國師傳》 那《玉林國師傳》曾經幾次都被 有的拍成戲曲 有的拍成電視劇 拍成電影都有 又再重新再拍都有 可見這個故事是非常就是吸引人的 它非常戲劇性 但實際上是真實的故事 就是在清朝的有一位法師 他叫《玉林法師》 那麼他因為是皇帝就是离請他當老師 所以就成為國師 但是他的他個人有什麼故事呢 就是他自己的這個過去生 從他過去生是一個也是出家人 那這個出家人呢他很有學問 寫著一首好字 可是呢那個相貌的那種醜陋 跟他的身體是駝背的 是手就是腳像跛腳這樣 就行動不便 那麼總是其貌不扬 那所以他很少在寺院出來見人 他就是比較做那種文書在幕後的 但是當時的這個就是宰相的千金 他要到寺院去這個就是 就是去共生去离佛這樣 然後就看到那個寺院的字好美喔 那他就問 哎呀這些字寫在這裡是哪一位師父的啊 那他們講哪一位師父 我可以見見他嗎 這四方就幫他拒絕了 因為他有講過他不見人的 不想見 不想見 見得好像給人家差不多就要驚嚇 就覺得我是這麼漂亮的 反正字啊那麼漂亮 講的人反差太大 會嚇到人的 那後來那位千金就想了一個辦法 他說那我要共生 我要親手不失 就每一位他算好 你有多少個出家人在這裡 我就是要這樣 他其實就想見他一面 那麼就沒有辦法 因為當要應供的時候 我們的確是要親自接受供養的 所以他就 那當然他就見到他的本人啊 驚嚇到暈倒 驚嚇到 那為了這件事情 哎呀 這個出家人呢 就 就是 這兩個人 就 各自有各自信念 一個呢 就暈倒了這個千金 這千金起來之後呢 覺得很 很對不起 說我怎麼會這樣 嗯 傷害就是 太失態了 太對 這樣 尤其他後來知道說 這個出家人為了這樣 差點要自殺 嗯 當時的 玉林國師的前生 他說他也是受了很大的打擊 嗯 他說我果然是不值得 再活在這個世上 嗯 我是長得像鬼一樣的 嗯 所以他要上吊 嗯 那一晚 他的師父知道 他有可能會做啥事 嗯 所以就去 就特別關注他 那知道他要這樣做 就進去阻止他 就跟他講說 哎 你被這個身相 啊 所苦啊 那麼 與其這樣結束生命 你只有 帶著這個問題 繼續去投胎 輪回 這個問題永遠不能 因為醜陋 有醜陋的前因啊 嗯 那你 你不如現在趕快來修 要施法門 嗯 所以他的師父教他 你拜要施佛 你供養要施佛 那起碼你可以修個來生 啊 莊嚴 嗯 那所以當時的 呃 這位出家人就沒有自殺 嗯 開始很精進就是修 要施法門 嗯 好 那他是發願修施要施法門 那另一方這位小姐呢 他發什麼 他動什麼念呢 嗯 嗯 嗯 哎呀 我這樣傷害他 弄到他差點自殺 我對不起他 我發願我來生 一定要嫁給他 嗯 彌補我對他的傷害 嗯 兩個人一個是我更加精進修行 一個是我非嫁塌不可 嗯 他們的上輩子就是這樣 哦 我都聽得入迷了都忘記了 我們的節目呢要休息一下哈 好 一段廣告之後繼續我們的與幸福有約 的與幸福有約 的與幸福有約 的與 聽眾朋友一段廣告之後歡迎回來 您現在收聽的是華語電台的與幸福有約 在今天的節目當中我們恭請到的是佛光山寺的永固法師 是 那剛才呢法師公講了一個這個很有引入盛的這個這個故事哈 然後我們再繼續請這個法師公我們再繼續講一下 到底他後來有沒有嫁給他呀 哈哈哈哈 我說這個故事就是這樣子哦 就是 是 常常人家都會說 欲知詳情 這個下回分解 對 我們就繼續 剛剛休息時間 我們洋蔥就一直問 結果呢 結果呢 連我們的錄音師都是很追著在問 那 當然 剛剛好那個段落就講完 他們的這個上輩子的姻緣這樣 那這一生呢 當然出生以來 就是玉林國師 嗯 玉林國師呢 被形容為 這個說 面如滿月 目如蓮 就是 你看到他那種 就是 美男子啊 嗯 他就是因為 修藥師法門 拜藥師佛 這樣 所以他過去身中那個很醜陋的 包含身體不健全的這種 夜報呢 就過了 然後就照這一生非常的莊嚴 嗯 那麼 那好了 那這個相府的千金這一生投胎 還是在富貴人家當千金小姐 嗯 那麼他要去 嗯 一樣要到寺院去上香 嗯 嗯 嗯 這個他的 卑女啊 就先去打點嘛 嗯 那正 這卑女先到 嗯 那那個 玉林國師剛出家 還很年輕 嗯 他就在那打掃 他是香燈師 嗯 香燈呢 就是 專門負責 這個打理殿堂的 這個整整齐 啊 清潔的這樣 嗯 他那擦佛桌 嗯 那那個卑女呢 就進去就沒好氣說 哎呀 你怎麼現在在這裡 你不 你不 趕快啊 我們小姐要來了 這樣啊 就很緊張嘛 嗯 嗯 他說我們 我們這個 我們千金要來了 這樣喔 那個 那個玉林國師就跟他講 什麼千金小姐 我還萬金和尚呢 這樣喔 就 我的佛比她大 我先把她弄好 這樣喔 嗯 這個這個卑女就很不高興啊 欸 跟你講你怎麼都不理啊 那個小姐就進來了 怎麼這樣對師父講話呢 嗯 那個玉林國師一回頭 這個小姐就整個嫩住了 嗯 就馬上就一見鍾情 嗯 可能一來她莊嚴 二來跟她的發願有關 嗯 她就她就 我就是要等這個人 我就是要嫁給她 她這個念頭就馬上 這個因緣際會 馬上就好像成熟了這樣喔 欸 那麼就目不轉睛的 就傻住了 只是看著 嗯 這個卑女也看在眼裡 她們小姐好像很喜歡這師父 但師父是出家人啊 嗯 但她上完香 這個玉林國師 嗯 她又有學問 人又長得好啊 嗯 那麼又年輕 所以這個年輕 難免也是血氣方剛 所以不甩的啊 就有一股傲氣 嗯 嗯 就就 照顧她們上香 她就走了啊 嗯 這個小姐呢 上完香 在那裡流連徘徊 捨不得走 嗯 她見不到 女孩子又不能講什麼 回家去就生病了 嗯 相思病 嗯 那她的父母後來了解 聽她悲女這樣講啊 哎呀怎麼辦啊 嗯 然後就動用她們的關係勢力啊 就要這個寺院這方面同意 要讓這位法師還俗去娶她的女兒 嗯 那這位法師當然不肯啊 嗯 她是出家多少事的 嗯 那總之她的師父呢 也看出 嗯 這些各種姻緣 嗯 就後來呢 嗯 這個她的師父做了一件事情 就說 嗯 解靈還虚系靈人 嗯 你們的姻緣 你還是要去了斷 嗯 你就去吧 哎呀 這個玉琳法師就真的 很無奈 不過她心中打定主意 好 要我去聊 好她就去 嗯 然後呢 真的跟她拜天地啊 進洞房啊 嗯 那進洞 洞房之後 其實她裡面都穿著她出家人的衣服 嗯 只是外面好像穿上這個 新郎官的 嗯 這個衣冠 那麼進了洞房之後 好 總算拜天地也已經還了她一個月 嗯 然後她就 這個玉琳法師就跟這位千金小姐講 嗯 她說 你要知道你嫁的是一個出家人 嗯 我們出家人是有習慣 嗯 嗯 這個生活習慣的 她說什麼習慣 嗯 就說休息之前都要跑箱 嗯 跑箱是什麼呀 嗯 跑箱呢 就說來 你把這個鳳罐夾屁都拿掉 嗯 你現在跟著我走路 嗯 這就是我們的養生之道 嗯 跑箱呢是 慢慢走 當然她房間裡頭就一個小桌子 她繞著那個桌子這樣走 哈哈 啊 由慢見快 嗯 嗯 走上個啊 這個一二十分鐘 半小時 一小時這樣子喔 一直走 哎那個千金小姐是裹小腳的嘛 嗯 就走到這樣 哎呀 走到最後 那個汗流浃背 那以前的人化的妝啊 對 那個妝扮都都融化了嘛 嗯 那就流汗嘛 然後哎呀 頭髮有點散了 她的氣喘如牛嘛 嗯 但她就一心想著我就是 就是愛這個人說我因為她做任何事 嗯 那這個玉琳法師在前面走得很快 越走越快 嗯 到最後嗯 停下來了 她說小姐請你看看鏡中的你 這樣 嗯 哎呀她一看她就好像跟母叶叉一樣的 嗯 嗯 那個那個容貌花容失色 不打緊還都是 還不止类欄杆啊 嗯 那個妝扮都融化嘛 她很羞愧 她怎麼這個樣子讓她心愛的人看 所以她這個時候為她說法 嗯 她說你愛的是我的表象 嗯 表象就如同你現在看到的 嗯 表象會變化 表象是無常的 嗯 好 那麼這在說的時候 這位小姐起惭愧心 就請求她原諒 她說我做的不該做的 我真是愚痴啊 這樣嗯 好之後她就說那你收我為徒吧 嗯 她就皈依她 嗯 所以她們的這個婚禮 呃這個儀式過後 嗯 這個呃 等於說名義上的這位 千金呢 就呃 同意她離開 回去做她的出家人 嗯 然後她也正式的學佛 嗯 嗯 嗯 那麼就是 當然這玉林法師經過這一段 她更加覺得 啊這個世間情正是很可怕的 嗯 她能夠全身而退 平安而回 繼續做為她出家人 嗯 更加要用功 嗯 尤其因為她相貌太好看了 嗯 這個講回來這就是呃 大家對於參加要師法會 我說很多人都會去拜哈 嗯 很多原因 希望自己長得漂亮一點的 也可以去拜一拜啊 對 對就是說不用去美容整容了 嗯 嗯 只要禮拜要師過 不過我 我講回來 那要師 不 玉林法師 玉林法師 他就呃 嗯 提悟到這個人世間 嗯 嗯 所以他特別的用功 我們叫精進 嗯 那麼當然他的這個修行有成 最後就成為一代博師 嗯 那他自己也很感觸就是 嗯 嗯 有句話講富貴學到難 嗯 就是因為他是在呃 對呃 呃 這些呃 王清國契這些貴族在說法 嗯 講經 但他們呢 都是呃 富貴中人呃 什麼都有呃 呃 享受一切呃 呃 要他們能夠知道佛法的珍貴 真難啊 嗯 欸 他們覺得他們什麼都不缺 呃 呃 呃 好像呃 自然應該這樣子的 呃 所以生不起那種學佛的心 嗯 呃 玉林國師呢 就在經典之中 一直在查閱翻查 藏經之中 嗯 什麼法門可以度得了 呃 呃 教化得了這些好命的人呃 呃 幸福中的人呃 這樣喔 嗯 後來他就找到要事法門 嗯 那麼只有要事法門 可以說服這些富貴中的人 嗯 你要保有你的富貴 你要永遠富貴 嗯 你要啊 永遠的幸福 嗯 嗯 你就是要學習要事法門 這樣喔 嗯 嗯 所以呃 呃 呃 我們有經典國師 他在皇宮之中 為他們講說要事金 帶他們修這個要事法門 嗯 也可以講 玉林國師就是要事法門的 推廣者 嗯 代言人 這樣啊 所以一直到现在来 我们每次要是法会 都有会要讲经 就讲开释的时候 一定要再把玉林国师 再请出来一下 让大家恢复印象 今天刚好在节目里头 有这个姻缘 跟大家分享这段 历史上的记载的故事 邀请大家一起来 对 真的是邀请大家 如果大家想要知道 更多的信息 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 905-814-0465 905-814-0465 可以拨打电话 去了解我们详细的 这个活动的时间 还有一些安排 这个活动也就是 下个星期六11月2号 我们的钥匙法会 就是会在佛光山寺 有一个这样的活动 时间是从早上的10点 到下午的5点左右 刚才我说的那个电话 是905-814-0465 所以说刚才 也非常感谢师傅 跟我们分享了 这么好听的一个故事 然后告诉我们 你想要怎么样 你真的是要去 静下心来 就是拜一下药师佛 或者研读一下 这个药师佛 所以就像我这种 没有慧根的人 所以我就觉得 听起来也是蛮有意思的 我觉得就是 作为我们平常人来讲 就是希望自己或者家人 都是身心啊 健康啊 各个方面 平安 所以说呢 大家呢 有时间在下个星期六的 11月2号 上午的10点钟 可以到佛光山寺 大家参加一下这个 药师法会的活动 我这样提这个故事 其实也希望各位可以明白 就是 凡事都有前因后果 就是我们现在所承受的 现有的 我们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其实不是父母把我生成这个样子 是我们自己的这个业力造作 在过去身中已经行为做下去了 产生一个后续的影响力 影响到我们这一生 当我们再来投胎的时候 就感到这样子的一个身心的状态 所以是我们自己招感来的 我们自己造成自己这一生这个样子 而不是父母把我们生这个样子 希望大家知道 如果你对自己不太满意的话 不要责怪父母 不是父母 父母只是帮助我们来到这一生的一个住院 那我们长成这个样子 是自己好像下了order 你在上辈子下了订单 你这辈子来收获而已 对 所以说其实我们有时候在平常生活当中说 人的这个相貌是可以改变的 或者是人的这个怎么样子 关键是在于人的内心 其实你的修为 你的各个方面 就是不漂亮的人呢 他一样可以就是做得到 就是举止非常的优雅 你真的 我觉得现在的生活当中 会看到很多的人 他们其实长得不怎么帅 或者不怎么漂亮 但是呢 他的举止很优雅 心很好 心很好 也会吸引你 师傅总是讲的重点 我总是讲的表象 我说举止很优雅 说心很好 确实是你的心地善良 你的这个脸真的会放一种光 一种很真的平和 不一样的 刚刚那个故事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我们图书馆有在世情缘的这个DVD 可以去借阅 很好看 对对 刚才师傅在这个节目的休息当中呢 对 我们讲到了这个在世情缘 大家可以看一下 是非常好看的一个故事 好了 今天的节目非常的快 又到了和您说再见的时间了 非常感谢您收听 我们的与幸福有约 也非常感谢法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谢谢 谢谢 我们下周再会 本节目是由佛光山特约赞助播出 佛光山电话905-814-0465 为迎接药师佛圣诞 独伦多佛光山 谨定于11月2日星期六 举行药师法会 奉送药师经一永日 功德回向善性消灾 欢迎十方大众 立临参加 法会时间功德登记 请洽多伦多佛光山 905-814-0465 请不吝点赞助